今天其实我是来跟老妈种菜的 好 我们这边就放一遍 现在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种的是辣椒 这个是辣椒的苗 这个苗长得有点高了 要马上把它种下去 辣椒要种的比较稀散一点 因为辣椒树比较大 长大之后树很宽 所以要种的稀散一点 这块地等一下要种辣椒 然后把这些白菜种割下来 晒一下 明年就直接拿这个就可以种白菜了 我们农村都这样子 白菜种都不要去买 今年的种晒来 等它来明年用 明年的种晒后年 种椒树 种椒就割那么多 其他这些就做肥料的 把它割了 就盖在上面 就可以当肥料 这样当肥料的话 虫子比较少 如果是用那种化肥的话 虫子比较多 我们家这个四季豆 长得有点高了 现在要跟它擦那个竹竿 擦竹子在它边上 它长高了以后 它就顺着这个竹子往上爬 虫子比较少 豆角杆也擦完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了回家了 谢谢大家